二连续报道,佩洛西22点抵达台湾倒计时 华春莹,关于中方近期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已经通过各个渠道,明白无误地向美方清楚地阐明了立场和态度 希望美方能够准确领会有关信息,不要有误解无判 8月2日,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 海巡06轮与其他海巡船艇组成编队 驶入福建南部海域,开展巡航执法活动 解放军军机今晚两度进入台西南空域,空中情势紧张 与此同时,周边也有美国军机 据信,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,此前搭乘的C40C专机 呼号SPR-19于北京时间8月2日15时42分 从吉隆坡的机场起飞,平台显示,北京时间19点20分左右 该飞机经过印度尼西亚上空后,开始转向 岛内绿媒自由时报称,佩洛西预计近2日晚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机场跑到旁房炮阵地部属敌对空35快炮 GDF系列35毫米双管高射炮 35快炮已掀开迷彩炮衣 岛内亲绿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,佩洛西专机 目前已经进入菲律宾空域 解放军军机今晚两度进入台西南空域 空中情势紧张,与此同时,周边也有美国军机 日本广播协会NHK刚刚消息 当地时间2日晚8时许开始 美军8架战斗机,5架空中加油机陆续从驻冲绳美军加手纳基地起飞 向冲绳南方飞行 报道声称,这些飞机可能是前往执行佩洛西专机周边警戒任务